我們暗盤最大的特色就是 只要你有經過我們去抽IPO 例如這隻傳訊新聞 那你可能覺得自己 哎呀 我中的不是很多 或者只抽不中 那不要緊的 我們暗盤有一個優惠 就是你投50萬的買入 自己在網上買入是免佣的 那都可以叫做 見它升那麼多 都可以補一些貨 不過明天可能那個升幅可以延續的 或者是反過來 如果它今天不是升三成的 是下跌三成的 那你都可以覺得 撈一下底搏一下 明天開始平開的 那其實都有一閘的 那我們都覺得這個其實 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可以令多一些散客 就算今天走了保 沒有抽一隻傳訊的 其實你都可以在它上市之前 參與一下的 那我們的暗盤大致上就是這樣 還有另一個優惠就是 如果即日才買完 買完 六點多的 可能覺得 咦 差不多了 可以沽了 那我們都有那個佣金優惠的 就是0.05% 最低的就是10元而已 是的 嗯 想問回這次這個傳訊生物 它的營購反應是怎樣的呢 你們看到的 那這個傳訊生物呢 其實我們的營購反應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這次是做了23.5億 在我們輝納裡面自己 那其實都是近期的新高來的了 那營購人數方面呢 都超過了5000 只在我們輝納裡面 那也都是 近期的新高 那因為 可能一會兒 Alphas也補充一下 那港股這一段時間都 比較疲弱 那自然新股表現都很容易受到拖累 那染靈酒呢 在近期來說 它的反應真的非常之不錯的 我們自己 招商去上加力所的票 就是營購金額呢 已經是94倍的了 那我們就有 開到九半孖展的 就是20倍融資 那我們10倍融資 我們一直都會有的了 那我們都會因應 這個IPO這麼熱 這麼熱 的時候呢 大家都可以給大家的融資額度再提升的 那去到九成半孖展 我們都有開的了 那最主要呢 我們自己的新股部和研究部 都有看過招股書 那發現 染靈酒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的基石投資者 是佔了國庫裡面的八成的 那如果大家有玩過新股的話 大家有查過什麼叫做基石投資者呢 那就知道基石投資者 其實它是一些前期的投資者 那它拿了一些貨呢 是有這麼受期的 就是它們現在暗盤呢 是不可以亂買出一些股票的 是要一段時間的 那這隻全信生物它的基頭呢 就是半年後才可以買出去的 那就變了對很多投資者來說呢 都很吸引的 還有剛才師傅也有說過了 對上兩隻的2535 雲基和2540 螺絲呢 這兩隻半身股呢 在暗盤 和上市頭幾天呢 都有非常之不錯的升幅的 那所以這幾個因素加起來呢 我想就是會令到這隻全信生物呢 雖然它是B股 雖然它是沒有盈利的 那而大家都可能對於B股 有些不是很愉快的經歷 那但是都看到這個 近期新股的反應這麼熱烈呢 那大家都會很想 插進去分一杯燈了 我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嗯 那究竟全信生物它的業務 它是一間生物的科技公司 但是它還在什麼治療領域呢 公司的前景呢 還有這些未有收入的公司 我們都會看回它有多少的管線那些的產品 那就是處於一個什麼的階段 什麼時候可以商業化 為公司帶來收入的 Alvis 或者你跟大家講一下 全信生物這方面的一些訊息呢 好啊 好啊 那我先分享一個screen 那大家都看到了 那全信生物呢 就是一間專注針對自身的免疫 和過敏性疾病的 生物療法的臨床階段生物科技公司 那目前就有兩個是集中研究 是核心的產品 那就是QX002N和QX005N 那還有呢 另外有七種管線的候選藥物 那其中有四種是處於這個臨床階段 那它主要集中在做什麼呢 那就是做一個皮膚、風濕、呼吸道 和消化道的疾病 那QX002N呢 那它主要是治療這個強直性的脊椎炎 那就是AS 那已經開展了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那QX005N呢 那就是治療這個突應性的皮炎 那就是一些濕疹的那些 那代號是AD 那還有結節性的養疹 那就是一個慢性鼻鬥炎的合併的鼻息肉 那也是開展了這個二期的臨床試驗 那 那 那QX002N呢 那就是這個治療強直性的脊椎炎 那就是在2022年 那就是 中國的患病人數呢 就有3.900萬人 那就估計在2030年呢 就達到400萬人的 那就是在2022年呢 那中國這個藥物市場的規模 就去到18億美元 那 那預計去到2030年呢 就去到65億美元的 那褐合年增長率就17.4% 那目前呢 那 市場上呢 有兩種的抗體藥物 是獲批用於治療AS的 那除了剛剛公司說到那個QX002N之外 那中國其實還有十款 是臨床階段 使用於AS的候選生物藥物 那QX005N呢 就是一個治療 遞應性皮炎 結智性養疹 以及一個慢性鼻鬥炎 合併鼻息肉 剛剛都提到 那其中呢 那就是這個 濕疹的方面 就受眾所說的 那AD呢 那在這個2022年呢 中國的AD的患病人數呢 就70.380萬人 那就預計去到2030年呢 就會達到去78.580萬人的 那2022年中國的AD的藥物市場規模 就10億美元 那預計去到2030年呢 就會快速增長至到71億美元 那複合鉛增長率就23.3% 那目前中國呢就只有一種 治療AD的生物藥物呢 是獲批的 那其餘23種呢 就用於AD的候選藥物呢 都是處於臨床階段的 那其中有10款呢 就跟公司做這隻QX005N呢 是一樣的 那都是做一個L 做一個IL 4R Alpha 抑制劑 那公司呢 就是其中之一 那就是代表有10款呢 是跟他公司是直接競爭中的 那剛剛Wingo說到機械投資者方面 那有兩個機械投資者都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第一個就是健恩醫藥 那公司呢 就由一個泰州健鑫 就全資共有的 那泰州健鑫呢 就在這個中國呢 就是一個投資基金 那就專注於投資一些大健康的產業的 的私募股權投資 那華東投資呢 就是專注於一個生命科學 和醫療保健領域的股權投資 那華東投資呢 是一個華東醫療的 全資附屬公司 那華東醫療呢 就是中國的一個醫藥公司 那就是在深圳的深交所上市的 那代號就是00963 那就可以看到其實 它的機械投資者 對公司也挺有支持的 那最後也提到公司的收入情況 那公司暫時 因為它的藥物那些 都沒有一個盈利能力 那暫時也是產生一個經營虧損的 那直到去2023年的9月30日子的9個月 那公司的正虧損就 人民幣的385.500萬元 那主要呢 這個虧損都是由於這個研發開支 還有一些向投資者發行的金融工具 還有賬免值變動 還有行政開支等等 所導致的 好 那謝謝Alphys 那講到這裏呢 就看看2509呢 現在呢 現在呢 都在升四成 今天呢 它最高價呢 在我們的暗盤交易 上 那個平台上面 最高見過30元 那現在就回回一些 在做27.4毫半 都比起這個超股價呢 升了6毫半 升幅呢 有現在8元 升了四成 成交呢 都活躍的 到現在為止呢 就已經有超過20萬股的成交 成交額來講呢 就超過5萬的 Ringo或者跟大家講講 就是不是太熟悉我們 暗盤交易的朋友呢 我們這個暗盤交易的時段 會是由幾點至幾點 還有呢 就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打新的策略 我見到Raymond 他就是我們的老朋友 Raymond匡呢 他都問 我二代加 那先 本加歷時段呢 就是上市前一天的4點15分 開始 去到6點半的 那 因為在FINNY的程度之下呢 大家 如果你們有留意 你們有抽的話呢 其實你們那個分配結果呢 現在昨天晚上 已經 所以如果大家有些 不是很習慣的 因為以前不是的嘛 以前是早上收到分配結果 下午就馬上開始暗盤了嘛 那我們有 所談的新制度之後呢 就會相差了一個工作天的 那 相信大家都 如果有在這段時間 這一兩個月有抽的新股呢 都已經經歷了這個適應期的了 但是我都可以再說多一次的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會在 暗盤的前一天的晚上 已經收到分配結果的了 那就是在下一天才開始暗盤的 那再下一天呢 就是明天呢 就會上市了 那所以你昨天就看到 哦 原來已經知道不中了 那就會給你多一天的時間準備 是的 那暗盤就 4點3 開始 6點半結束的 嗯 那 至於 Raymond說 賢價摩爾秋呢 我覺得是 兩個理由 我覺得都可以 就是再加的 第一就是說 這陣子那些的 新股呢 上市之後呢 兩隻呢 就是 宏基集團 第一天呢 就升了1.36倍 跟著 累積的升幅呢 到現在為止呢 都有 到今天為止呢 都有1.5倍的 升幅 另外 在洛斯集團 2540呢 第一天上市 就沒有升得那麼誇張 就升了3.6倍 但是之後呢 就累積升幅呢 都追上 甚至超過 宏基集團 兩隻都是三月 上市的三月 半部 似乎三月呢 都幾利之薪股 那就到現在為止呢 洛斯就升了 1.59倍 那如果你看回現在 就是 傳訊生物呢 那暗盤價都是升了 大概四成呢 那如果按照另外那兩隻的表現呢 似乎都還可以有一定的上升空間 還有第二個原因我看呢 就是 你有便宜貨嘛 你抽到四股嘛 那我當你再買多四百股 那麽計 因為那個認購價就是九.八 那你當現在 剛才其實我計二十七個二呢 那就是說四十七元 如果你同樣加回四百股的話 除二你的成本價呢 就是二三個半 那你都可以用回今天的低位 或者再低一點點 二十六元跌穿 我們剛才看到的低位 你只賺到兩個半人錢賺啦 又或者你不介意賺少些 用二十五元只賺 你都有一個半賺 那但是呢 如果之後上了市之後 它繼續升 好像另外那兩隻 剛才我們所說 有整一倍的升幅呢 那你那個利潤都應該相當之可觀 最大的主要就是因為你中到四百股 那可以就算你現在加的話 給一個招股價貴了四成來去買 但是你都有一些平價貨呢 去拉低你的成本 如果大家在看我們的呢 有些什麼 不單止只是問新股 我們今天呢 都可以提前呢 問回平常那些股票問題呢 我和Alphys在這裡都會答 當然如果有新股的問題呢 Ringo呢 都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你也可以請教一下Ringo的 剛才我們問到 就是說 打新的策略 有沒有什麼心得給大家分享呢 那可以承接剛才Raymond的問題 那首先恭喜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都非常之不容易中的 我們看回那個中籤率 我們自己揮納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都有一定的幸運 才能中到四百股的 所以我可以聽一下剛才師傅的策略 我覺得都非常合理 是的 可以加一點點的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 因為 除了剛才師傅提及過的 2535和2540呢 還有一隻在一月的IPO2477呢 都是升超過兩倍的 那這三隻 是的 驚慰天地 那這三隻加起來呢 真的都很吸引的了 那可以說一點點打新策略 那其實最主要呢 我們打新 現在在VNI後 我們的打新策略 就應該是圍繞著我們 輝納的零息優惠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九成孖展呢 基本上是零利息 你抽幾大都好 投除都好 只要你夠快手呢 我們都是會給你零息的 那電相呢 你的成本是 基本上是得回應購的手續費 就是如果你抽九成孖展的 那你抽大飛的 假設你抽月早 那就是88元手續費 而你的成本就是中回來的1% 再加88元手續費 那對比起我們以前行VNI之前呢 又要五日息啊 再加上高息環境 有四五厘呢 那其實那個成本是降低了很多很多的 那所以當然最著數就是 現金營購啦 因為我們現金營購是手續費都免賣的 那就只是中回來要有1%佣金 那如果這三隻 就是以往三隻比較好的表現 253、254和2477的話 那基本上 在零息的情況下都 真的賺很多的了 如果抽IPO的話 那剛剛現在的2509都升了四成 那以前呢 就是我剛才也略略提過 我們中籤的那樣東西 那等明天呢 那個公開中籤出了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那就可以明白我說什麼的了 那因為現在我們手頭上的資料都不太夠 因為交易所都還沒出 那所以我盡量就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那如果在中籤的 中籤的這麼低的情況下呢 再加上以前 既然利息成本這麼高的時候呢 那可能那隻股票其實是要升很多 你才 你才 你才圍到皮的 你才能打到壞 那現在呢 我們零息的時候呢 那幫你省了幾千元的利息成本呢 那變相呢 那個打和點呢 就低了很多 那譬如 我自己也操入計算過一次呢 那2509的話 如果你中了一手回來呢 那個招股價是 定價是19.8 那基本上呢 如果不計佣金的話呢 你20元沽呢 已經可以賺了 即是兩毫子已經賺了 那算了一點點佣金 我們沽出的時候要收的 那基本上 20元兩毫子 20元三毫子 其實已經很穩定了 那變相那個 那個 打和就容易了很多 那你說是否要 咦 那 20萬又是88 200萬又是88 2000萬又是88 那是否一定要抽2000萬呢 那當然不一定啦 那 都要留意回風險啦 因為如果 我們都知道新股IPO 是比較階段性的 那有時候會很旺 那如果大家有 玩過幾年新股 那都知道以前是講的 那些集資是千千聲的 就是1000億 流上都是試過發生的 那現在來到 我們集到二十幾億呢 都 算是比較多的時候呢 那就要留意回 如果你抽 越早的話呢 那個中籤率呢 有機會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風險 就要大家自己衡量回 那但是 嗯 作為 發的角度呢 利息那邊呢 嗯 那個層面來看呢 是省了很多成本的 嗯 Ringo 你剛才提到 月早可能有些不太熟新股 收新股的朋友呢 想會問 那你有得月早 當然有甲組 甲組和月早有什麼分別呢 那甲組呢 就是代表你的 認購金額呢 是五百萬以下 而月早 就是五百萬以上的 嗯 好 那就 剛才Ringo 都說一點 我想打新呢 都值得是留意的 就是很階段性的 那段時間 那些新股表現好 投資者賺到錢 信心大的強的 那就自然都會 跟著的認購反應會好呢 然後做一個良性的循環呢 就跟著上市之後的表現又不錯 但是如果反過來是 認購反應差 上市就潛水 破法 跌穿個招股價 跟著個個都賺不早錢 輸錢 損手 那就自然對 跟著來的那些新股的興趣呢 就是這樣了 如果看回今年到現在呢 就是新股上市 如果沒有計錯 一月到現在 破法的都是兩隻而已 如果算回到現在為止 上市到現在為止 其他升幅 倍倍聲的呢 都有四隻這麼多 是不是 Rainbow 是啊 沒錯 尤其是 比較特別的例子 就是2540和2543 因為這兩隻都是暗盤的跌幅是很大的 尤其是2543 2453 不好意思 美中呢 看到第一天上市 都是跌兩成幾的 但是之後 都用回兩個月的時間 都彈了很多 所以見到一些新股 其實是 可能那個認購反應 沒有以前這麼激烈 或者沒有以前欠崩頭 每個人都要 越早申請 又要很多 全家總動員一起去抽 這樣 可能沒有以前這麼激烈的 但是其實可以見到 那些新股是 已經陸續有人留意的 因為 如果要它 在暗盤和第一天都跌兩成的時候 再抽上來 那證明其實 雖然它第一天 它的股價是比較低沉 但是 之後是有人留意的 那 對於新股市場 或者這些上市的 我們叫半新股 那對於半新股的市場 其實大家都有留意的 那看到2540和2535 這幾天其實都 還有人是 很熱衷地去買 或者去參與 不會說 有一段時間 哦 上市就 沒有了反應了 沒有成交了 嗯 我看到Raymond 都說 我也知道他會選擇性地去抽新股 那他就說 上次都抽了一隻 宏基集團2535 那六毛子走了 都不做 因為他招股價兩盒半 你六毛子走了 都賺超過一倍賺三盒半的 那就講到這裡 我想就新股 我們最後再看看這個 傳訊生物B的 暗盤交易 還未完結 剛才你說的 直至到六點半 是嗎 Ringo 是 沒錯 是的 但現在暫時就定住 在27元以上 27.5元 27.3元 再看看 待會可以 怎樣看到這個 我們那個 暗盤的交易價 Ringo 好 好 那我在這裡很快 那 教一教大家 那首先來回 我們網站 輝合證券 pollems.com.hk 那我相信 如果有留意 有跟蹤師傅節目的 都應該很熟悉這個網站 那 產品及服務 這裡呢 下面有個新股認購的 新股認購頁面 就有我們這些新股 現在正在招股的 或者正在等上市 那如果看暗盤報價的 就要按 復合交易場 這裡有個按鈕 那就是剛才我們 剛剛 展示給大家看 那個頁面 那或者當然 大家可以在 你的 apps 或者 pollems web 那裡 都可以在 新股認購 然後按 復合交易場 那都有個報價 是的 那如果大家要用 盤買賣的 那都是在 復合交易場那裡做的 嗯 那 就 分股我們都要早些 部署呢 就 就是 了解多些那間公司的 那個業務 啊 或者看 官市場那個 的氣氛 來決定去抽不抽呢 那如果想早些 部署 我知道我們那個 輩立香港的 手機app那裡呢 都 會提供一些 就已經是 啊 入了 這個 IPO的 申請書去 交易所 但是就 用正在聆訊的 一些公司 那些的 招股書 的一些資料 那 是不是大家可以 在那裡 啊 啊 早一步這樣 可以知道 有些什麼公司 是 啊 申請著上市的 如果一旦 通過了 聆訊 那就立刻可以 啊 部署一下 是不是去 啊 啊 絕對可以啊 我們現在新的 回到香港的apps 就會多了很多功能 那 其中一版呢 就是 專講IPO的 那 在IPO的頁面裡面呢 那其實跟我們現在網站 這個移上市新股的 資訊是一樣的 那 那 時間關係 我給大家看網站這裡先 那 移上市新股呢 就會有一些 我們所謂已經 提了表申請 就是提了表 給港交所申請的了 但是 暫時就 未上市的新股 那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兩兩簡介 它是做什麼的 那 然後有一個狀態的 那 狀態就有分 首次呈交申請 和議靈訊 兩個狀態的 那 如果大家 心水夠清的 那都知道了 議靈訊應該是 比首次提交申請 那 議靈訊呢 那就代表 即將 很快會上市的了 是的 那如果大家想 做一下功課先的 可以在這裏查看詳情 按進去 那就會去到 港交所那份 招呼書那裏 那裏 那如果大家想 有時間的 留意一下 譬如 密學檳城 旺角都有開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那都可以看一下 那或者有一些 留一點的 小梅科技啊 這些 我們都還會放在這裏 順風啊 都會在 是的 那希望大家多些留意 我們這個網站 最好就是 用我們的 新的交易平台 混入香港 是的 那裏面都會有 很多的資訊的 還有我們都會有 不同的社群呢 有不同的產品 當然有我們IPO 有A股 有外股 還有師傅都有一個社群的 是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個社群那裏 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或者看一下我們 專業的同事 每日定期都會出一些post 或者一些過股的推介 一些大市的分析 都會在那裏可以看到的 好 謝謝Ringo 那新股講到這裏 那我們就 跟大家總結 今天港股那個表現 就真的有些令人失望 昨晚美股呢 因為科技股強勢呢 美股三大指數都升的 雖然大家都等著聯儲局 今晚那個 意識的結果 和會後聲明 但是呢 美股昨晚呢 那些科技股 強勢都 令到指數 是三大指數都上升 但是港股今天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低開的 恒指低開超過100點 跟著就 最高也是升上 16,683點的 全日最高位 低位還有一度呢 是跌穿16,500 最低就見到16,492 收就收16,529 跌了208點 跌幅就是1.2% 今天的成交呢 比昨天呢 就略為再減少些 今天的成交呢 就是906億 至於國指呢 今天就收報 5780點 跌了68點 跌幅1.2% 另外科指方面呢 今天就收報3,508點 跌66點 跌1.8% 內地股市今天呢 就先升後跌 所以都加重了今天 港股的股額的 互心股市三大指數呢 今天都是以全日最低位 收市 上正中指呢 就收報3062 跌了22點 跌0.7% 這個成交呢 就是4465億 深正城指呢 今天就收報 9696點 跌56點 跌0.6% 成交呢就是6,310億 互心兩線呢 這個成交加起來呢 都繼續是維持呢 過萬億的成交的 對於今天那個市況 對於阿爾佛斯 你有什麼觀察呢 我們就之前都分享過了 都很準 那就說1700以上呢 那就應該會有一個調整的 那時候就說16700左右 那就覺得可以買貨了 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覺得一百天線會得得住 正常來說應該會這樣 但是事實上是穿了 今天就已經正式這樣穿了 可以有兩點的觀察 第一點就是 其實那個17140那裡 就因為它上影線而已 那就不會真正去收穿 就是沒有升穿到1月2日以來的高位 其實都預視了會有一個調整 不過就比預期深 第二個觀察就是 如果它跌穿了一百天線 通常根尾都會跌多一兩天的 我暫時又會覺得 16200左右 或者16300就會有一個支持 那就是之前升穿 之前頸線那個位 就做回一個支持位 就由一個阻力位變成支持位 是啊 那就是一百天線 其實我都預料它會穿穿的 因為其實上個星期五 恒指當時都曾經是下破過一百天線 不過當日就有驚無險 收市指數都上回一百天線以上 但是今天就表現差一點了 收市指數來說是收穿了一百天線 那下面下一級的支持 如果確認跌穿16500的話 那下面下一級的支持就去看一條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就現在在1616的位置 就從Albert剛才所說 大概一萬六千二附近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五十天線就不宜失守 如果跌穿五十天線 那就五條線全部又再是失守了 今天就看到的本面上面 就那些大型科技股 好像上阿里巴巴、京東都跌了 那另外那些大型的金融股 都是屬於權總管 也都是跌的 好像農行、交行 那這些的表現都是比較弱 那另外呢就是 內地的那個房間呢 那個跌勢都還未見到 明顯的重點跡象 所以內房股今天呢 也都有比較大的跌幅 還有呢就是 新能源車的那個品塊 雖然昨晚Tesla 因為說 它那個 這個 在歐洲那個車型 Model Y 就會在部分歐洲國家 國家呢就加價 那就令到Tesla 昨晚在美股的股價呢 就上升 那但是呢 今天就幫不了那些 科技 那些新能源車股 今天看到那些車股呢 那個跌勢都明顯的 是2015 理想呢呢 今天跌了成超過百分之八 那因為有報道指 它那個 新車Mega呢 就說 那個訂單呢 就 只是收到大概 三千部 就 跟那個預期 都有一定的距離 那而且呢 就 都些落了訂的 買家呢 就去訂 那所以今天看到股價呢 就 最低見到125.3 收呢就收127.9 跌了11.1 跌幅呢 是達到百分之八的 新能源車的板塊 Alphys你有什麼看法呢 是的 那師傅都說到 那天理想Mega呢 那他 本身就做一個高端一點點 那就賣那些 五十萬以上的那些 家庭那些SUV 那但是 他就 賣得差 那個預期很多很多 那就 變得呢 他就連帶了 那就是 蔚來啊 小鵬那些 一起都有一點點危機 那 再加上呢 有 不過呢 昨天呢 他就 因為有些央企 就可能說 有些會拆新能源的板塊 出來上市 那個業務出來上市 那 就令到 小鵬蔚來會 有升了一陣 不過 理想呢 都連跌兩天了 那理想就沒有受影響了 那比亞迪啊 蔚來啊 小鵬 這些就有升的 那但是呢 今天呢 就都看回報道出來 就說 他們暫時呢 看到市房都 比較差一點 就沒有打算拆那些 新能源汽車的板塊出來上市 那都搞到 整個氣氛呢 都又變回差一點的 那就 所以那個科子都跌得多 因為 理想啊 這些都佔科子 都比重大的 嗯 那另外就是 是 醫藥板塊 今天都表現差了 我們看到 藥名提呢 就 藥者更弱 今天 藥名生物269呢 就 收市是報13.92 跌了1.4 跌幅呢 就5.7% 那麼 之前我也說了 你 大家去 買一些 藥細股 薄反彈呢 就 就 艱難淺 甚至有些 如果是 個基本面 不好的話呢 就 危險淺的 因為 貨貨多 所以呢 就 升得慢 但得少 那麼 很多 易跌難升 如果你看回 藥名藝那個走勢 就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麼 那今天都有個板塊呢 就做得好的 那就是呢 光復板塊了 那因為呢 火在生能源 電量全額保障收購的新規呢 就會在 20個月 4月實施 那些 可在生能源那些的 發電企業呢 發了那些電出來呢 都會全額保障呢 是 由個電網去收購 那就是代表 那個 發電的 賣電的收入呢 是有 更強的保障 所以 今天見到呢 那些光復股呢 都 逆勢上升的 好像 兩個光復玻璃股呢 968 遜易光能呢 今天升了2.4% 收6.4% 就是福萊特 玻璃呢 還未出業績 大家對他 有個 可能有個更高的憧憬 那呢 就 今天升了5.8% 收市呢 是報20個 5毛半 而另外 現在 協欣科技呢 雖然呢 出了業績 來講呢 去年呢 就 少賺了8.4% 盈利倒退 8.4% 而且也都不派息 但是今天的股價呢 升超過5%的薄 收1.4毫半 光復板塊 Alphys 一直以來都 中央都很支持 那因為環保那些呢 那麼他都 有很多 有很多在西部的建設那裏 都有投資啊 有一直給一些資助啊 這樣去支持他的 不過 就是以前又 因為疫情關係啊 有一個樣東西 可能有些停工啊 那樣 他的股價那些都跌得比較厲害了 那麼現在又升了一些的 那麼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很大很大的趨勢 那麼 例如雙減啊 那些 減排啊 減排放那些政策 那麼他肯定會受惠到 但是一個 是一個很長線很長線的投資 那麼我相信 中國他都會一直會繼續做 因為始終他探排放那些都 比較多一點 那麼他為了去 確認這個世界 他是一個外環保啊 還有一個都是支持大家這個世界共同的 那些價值觀那些 那些一個國家 那麼他都會繼續做這些 這些環保的政策的 嗯 另外今天一個做得好的辦法 就是一些石油板塊 因為昨晚呢 油價又升了整百分之二 是創了四個月的高位 那麼所以今天見到 對油價最敏感的中海油呢 就升了百分之1.5 和下收17.72 另外呢 857呢 就升了百分之1.1 啊 中石油呢 就收報6.4 啊 中石化呢 就升幅稍微落後些 都逆市是 升到百分之0.2 收4.54 的 啊 怎麼看油價和油股 Alphys你 油價我覺得會保持著高企一排的 那麼 那減產那些就 都消化了啦 那麼最主要是烏克蘭炸了俄羅斯那邊 那些 那都會對那個油價會有影響的 我怕俄羅斯可能也會有一些報復啊 會影響到油價會繼續上 那麼同時間 我覺得俄羅斯也有條件這樣做 或者有利可圖 因為對於它來說 如果它 令到油價升上來的話 那麼它會順便 搞到美國的通脹呢 就壓不住了 那麼現在美國的通脹也有一點點頑固啦 那都黏性都很重的 那麼再如果再加上它 再推高油價 那又變成了美國會更加難去壓過通脹 那對於俄羅斯來講 它又真是百利而無一開的 嗯 那還有就 那麼昨天的油價再升呢 部分原因也是因為 中國昨天公佈那些的 今年頭兩個月的經濟數據呢 都好過預期呢 那麼令到市場相信 覺得呢 中國經濟的復甦的力度增強也都會 因為中國始終是第二大的 原油消費國和進口國 那麼都會是利好那個油價呢 好 那麼我們呢就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雖然問題不多 今天給你們問呢 你們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問 平時呢 我在新城或者我們下午做直播的時候 就不夠時間回答大家的問題的 那麼Raymond就說 威盛呢 他賺了很多次 我都不知道 可能十隻手指數不了那麼多次了 就五個三毛八入回 可以上網多少 三三九三的 今天呢 威盛的股價又逆市上升 還有呢 就再創近期的新高 最高去到五個七號七的 那麼他升穿了之前五個七號半那個高位之後呢 量度上升目標呢 是可以看六個三的 那麼當然你可以中間定一個目標先 一個中期目標就是六元 升穿六元幾穩之後呢 就再看六個三 這個是量度的上升目標 那麼你五個三毛八買的 現在賬面上賺緊三毛幾指 那麼指賺位呢 就可以放在五個五毛半 好 接著下一位觀眾呢 他就問三七一 那麼他就說 兩個三仙 2.03呢 就入了的 嗯 北控水務 好 那麼這陣子是強勢的 那麼我也有留意 看看可不可以 推介一下 因為強勢股 我就一向我的 推育都是選一些強勢股 坐藥扶強嘛 來去推介 但是呢 就他還未公佈的業績 那麼這裏還有少少的 不確定性在裏 他就會在三月二十六日下的星期二呢 就公佈個業績 那麼就如果你 203買的話 今天呢 他再挑戰一月的高位207 暫時呢 就通常我都經常說是 雙頂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 未必破到的 就是第二次 沖那個頂 很多時候呢 就是三次到頂而破 才真是破頂 向上 那麼呢 你都要頂的 讓他真是 確認升穿 兩元零七那個 的高位 那麼 如果升得穿兩零七呢 我想最少都可以看到 兩個二號半 那麼你兩元零三買的話呢 可以用過九來做止蝕 好 跟著下位觀眾呢 就問 七零九 是否轉弱了 他就兩個二有課的 是啊 那麼就 首先呢 七零九呢 我們都一路 就是 看著他那個 古霸 和他的 業績方面 那個的 關係 因為他是在 去年 一月四 今年 sorry 今年一月四號呢 發了一個正面盈利預告 本來發營起就 好事嘛 但是呢 我們都 我們在其他平台都分析過呢 就是說 他那個正面盈利預告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 真營景 打營起 因為呢 計算他全年呢 他當時預計的股東應佔淨利日利去年呢 就會介乎三億二千五百萬到三億四千五百萬港元 那相比於2022年呢 就增長兩成一到兩成九 但是呢 但是呢 去年上半年他已經賺了一億九 那你這樣 計一計呢 就是說下半年的盈利比上半年呢 還有一個 幾大幅度的倒退 好了 到了他 跟著呢 因為出完了那個正面盈利預告之後呢 根本就是一個刑頂呢 那所以在1月5日的股價呢 就裂口下跌 還一路一跌 就跌到最低呢 就是1.87 之後呢 就慢慢叫做回穩 那在公佈業績前呢 正式公佈業績 他是幾號公佈業績的呢 他是 3月12日公佈業績的 那出來的業績就沒有驚喜 就去年全年呢 就賺3億 3億4千5 應該好似 我們先看看吧 對啦 Exactly 就是3億4千5 就是他之前盈利預告的上限 多少少都沒有得 給投資者開心了 那所以3月12日公佈完那個 這個的全年業績之後呢 你看到13日它的股價衝一衝上去呢 就開始回了 因為你事實上那個業績 也都沒有驚喜給到投資者 那股價從這個發完盈利預告之後 由低位1.87 反彈到2.26 都彈了不少了 那現在呢 就要回吐回那個升幅出來 轉弱了的 RSI今天都跌回到50 下回到46 股價方面呢 也都見到是 再跌回到10天和20天線 接下來可能呢 會 考驗50天線 2.05元的支持的 好 接著下一位觀眾呢 他就問1888 那就說什麼位可以進去 那麼他就 467 入了0點 看不明白 應該 但是他就問1888 那他就說什麼位可以進去 建韜即層版 嗯 這裡我都可以 預先披露 待會新城我都會繼續做直播的 那就 明天我推介的股份呢 正正就是 建韜即層版 因為看到呢 他 2023年度的業績呢 雖然就呈現倒退 但是下半年度的業績呢 比上半年度呢 其實是有所改善的 那麼主要呢 就因為集團 複銅板部門 積極拓展新的市場領域 以及新客戶 並且全力推動 終端客戶認證 目前呢 擁有更加龐大 以及多元化業務的 網絡 同時呢 產品組合優化呢 也都取得理想的進展 例如 用於便攜式設備的薄板呢 符合高環保標準的 無元無老數 複銅板呢 擁有廣泛環境適應度的 內延的複銅板呢 和低損耗高傳輸速度的 高頻高速複銅板 等這些高端高附加值的 產品的銷售數量呢 都持續增加的 那麼 那看回到2023年度的 複銅板出貨量 其實都還有得 有升的 比2022年呢 就增長了3% 因為複銅板那個 供過於求 銷售價 單價下跌 所以呢 就令到集團的總營業客呢 同比就下跌25% 去到167億5千萬港元 股東應佔的帳面 純利呢 就是賺了9億零七百萬港元 下跌52% 不包括 非經常性項目的 股東應佔 基本純利呢 就是9億9千一百萬 就下跌五成一 不如我們拆開上下半年去看呢 下半年度呢 集團那個的總營業額呢 就有86億4千一百萬 比上半年呢 增長6.6% 下半年的股東應佔帳面 純利呢 就是4億8千五百萬港元 比上半年度呢 就增長14.9% 下半年的股東應佔 基本純利呢 就是5億6千九百萬港元 比上半年度呢 就增長34.8% 那 都看到呢 經過兩年那個的下行呢 現在福同面板 市場的去庫存化呢 周期似乎呢 都已經是去到尾聲了 出口訂單呢 都逐漸是回升 那加上新能源汽車啊 和其周邊產品 例如充電裝 對於福同面板的需求呢 正在迅速增長 還有光復呢 等清潔能源的補給 以及人工智能 及數據技術廣泛應用呢 預期福同面板市場會 逐步肥穩和反彈 都有助提升回 集團2024年的毛利率的 集團呢 已經是用於 用於AI算力的相關 低階段常數 低液膨脹系數的產品呢 已經是完成了產品開發 國產材料的比例就高 目前呢 正是和客戶進行全面的測試 配合集團PCB 印刷線路板 和行業的需求 正積極呢 是推向市場的 建議買入價是5.75元 目標價是6.4元 指示位呢 就是5.5元 目標就是看6.4元 好 接著呢 下一位觀眾呢 威文呢 他就問1368 那他就說 見他公佈了業績號 那AO呢 就4.62元 就入了 那之後呢 就回到4.41元 那就再次升回去5元 5.04元 那些位 就說見到好像最近有些錢 就入回這些體育用品股 過別呢 1361和1368 都是 1361 就是一路 就是361 就是一路都是強勢的 最強是他的 如果4隻的體育用品股 我們看看安達 李寧 361 和特報 那特報就是公佈了業績之後 今天呢 走勢呢 就有破的 今天見到它是 升穿了100天線 安達呢 就中規中矩 如果你們4隻來說 就不太強也都不太弱 基本上是和大使同步 早前升穿了100天線 那今天呢 都算表現不錯 收市價呢 都仍然站在100天線以上 它的100天線呢 就在76.9的位置 那但是呢 最弱就是李寧 那股價始終沒辦法站穩在100天線以上 說回特報呢 那就去年它是 賺了1億3千萬人民幣 按年呢 就升了11.8%的 那如果看回它 去年上半年呢 因為這裡沒有了 Anyway呢 那個毛利率也都是提升了 升了1.2的百分點 去到42.2% 那就 全年那個賣息比率呢 連同中期股息 就每股派13.7千 末期息就8千 不是 加上呢 全年就是 13.7千 那就全年那個派息比率呢 就大約是5成的 那呢 就 Sorry 加上不止 加上21.7千 因為中期股就是13.7千 現在末期股就派少 過中期股就派5千 那全年呢 那個派息比率呢 都達到5成 現在突破了100天線 企穩4.7之後呢 那就 如果能夠 兩個位給大家看 5元企穩 那可以上網到5一半 然後再 看上去就5三半 那你可以2毫子2毫子 那看上去呢 回落的支持 或者Raymond理定的指贈位 就可以用4個來做指贈 好了 那我們呢 就多答兩條問題 好 那講一下特報吧 因為他昨天呢 他有個熱職會 那我就去了 那他呢 那個管理層呢 就 那個業務發展呢 就是他之前呢 就買了一些 愛國的品牌 那他暫時的業務的重心呢 都是發展這些 愛國的品牌 那就希望他賺到 順利先 那就 在中國呢 就開了多一點點了 那反而他那個核心那個牌子呢 那就做一些 中低檔少少 五六百元的鞋 他就 暫時就維持 那就不會說 有什麼大的發展空間 那都是做一些 他之前買下的愛國品牌 那就在中國那個開了多一點點 那那些通常呢 就賺多一錢的 就是一雙鞋 可能一千元以上 那他都會做一些 那些品牌呢 就專門是給一些跑鞋 那就吃回馬拉松 或者是奧運那些潮流 那但是 公司呢 就覺得奧運呢 就影響不了公司很多了 那就 因為始終在法國 那就 所以大家就留意 可能 有奧運的時候 都不會說炒這些體育物品股 因為他公司自己 都不會覺得說 有什麼驚喜 那第二個點就是 公司呢 他暫時他開店呢 都是一個 換大店 或者換好一點 那就 不會說 不斷盲目地開店 那也是 我看到那間 3918 3918 它都是這樣的 波斯登也是這樣的 都是同樣 都是希望用一些新店 換一些靚仔的店 去取代一些舊 或者位置不好的店 那暫時他們的目標都是這樣 那 阿布呢 他有一個點就是 上年呢 他雖然說 去庫存 但是他的毛利率 是有上升的 那就是代表他去庫存 就是減價 或者賣一些電商減價 去庫存的同時 其實他賺的錢 他那個質素 是多了 高了 那也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現象 那下位觀眾呢 他就問 怎麼看明天那隻暗牌 9879 那就是米高來的 是 那這間的米高集團 首先就是 它那個 在我們公司的孖展營購反應 就沒有江蘇傳訊那麼厲害 江蘇傳訊 我們有22、23億的孖展營購額 而米高集團 就7億5千萬 但是都算不錯的了 就是以早再早一盤 很多隻新股呢 我們的孖展營購額呢 都不夠1億的 那加上就是 這陣子新上市那些的股份 我剛才也說了 都是好看 當時是不是一個正循環 還是一個負循環 正循環就是說 一上升 就升 升多升少些 投資者都有得賺 賺了呢 他們就有信心去再營購下一隻的新股 那如果營購反應好 那又可以繼續令到它上升 不過這隻呢 米高集團的股呢 那個升幅應該就 可能就是第一天的升幅呢 就不會及得上 今天這一隻傳訊呢 剛才都升過整四成呢 升那麼多的 一就是它的孖展營購額 就相對比傳訊是小一點 第二呢 就是它的業務性質呢 那麼它是做什麼呢 它是做這個肥的 就是做化肥那些公司 那大家知道呢 就甲肥的有一段時間呢 那些化肥呢 因為供過於求呢 跌價 那麼你看回 就是中化化肥 去年那份業績呢 其實是一般的 去年上半年呢 就盈利是持平 幾乎沒有增長 那麼就最近出了業績的 深連心 1866呢 去年全年來講呢 那個盈利還要倒退的 倒退百分之十點五 那麼就 都是因為那個毛利率 因為 資產品價格下跌 那麼就毛利率呢 就有壓力 不過 不過呢 深連心呢 出完業績之後呢 反而股價就 一直是這麼升喔 你看1866那個走勢 近期來講呢 不單止升穿了100天線 還連250天線呢 都升穿了 是今天呢才開始 叫做回落回頭氣 所以呢 這隻深連心 近期轉回強呢 對於今天這隻毋高 都或者會有一定的幫助的 但是就 然後 咬雷到 就是說它那個 認購的 反應 不是說 好像 傳訊 那麼 熱烈呢 那麼再加上 化肥這個行業呢 都是 比較忠勝 就是 供過於求 令到 那些公司那個 的盈利 啊 無利率有壓力 但是 預計第一日 看回這段新股 應該都 會有得升的 就不會說 有很大的升幅 那麼 最後一條問題 我見呢 就是 啊 這個 1799 答了一部Yoyo 那個問題 那就是光伏的股份 或者生存能源 什麼位可以買 那麼剛才我們也講過 今天見到呢 那些光伏很快 好像光伏玻璃啊 協音啊 那些都 強勢的 原因呢 就是 可在生能源 電量傳保障 收購呢 這個新的新規呢 就會在下個月實施 都應該是 利好些 啊 那些光伏股 那麼 新特能源呢 就如果你想買的話 可以見到它呢 到十天線付分呢 就 有支持 十天線在十一個三的那些位 你可以在十一個三那裡買 但是 初步目標是看十二元 因為上個禮拜它最高呢 去到十二元零二呢 就 啊 回頭的 那 初步 這個是初步目標 那 如果能夠升穿和企穩十二元呢 就可以再看高些 就看十二個半 那都有 大概一成的利潤了 十一個三買的話呢 那個指示位就可以放在十個零五 好了 那 就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麼就 我見到有位 阿明 就問 為什麼這個時間 會見到我做直播呢 不是 六點鐘嗎 啊 今天是一個特別版 因為特別節目 因為呢 就 明天有一隻 這盆叫做 營救反應比較熱烈的新股 傳訊生物250 就掛牌上市 那我們就今天和大家 一起直擊呢 2509 在我們的 暗盤交易平台上面那個 的 暗盤交易 所以呢 就有這個的 特備節目 以 接下來呢 如果有一些 Hot一點的 反應熱烈的 新股呢 我們都會同樣是 做回這個 這個 暗盤的直擊 跟大家去直擊他們 暗盤那個 交易那個 的表現 Alphys你還有沒有什麼想補充呢 有啊 有啊 有一個觀眾呢 他就說 師傅最佳伯多 那我看到他呢 其實就之前有一些 影片呢 都有留言 都有講過這個 那我也很感謝你 我真是衷心感激的 多謝 嗯 好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了 一會兒接過去六點鐘 你們可以 在這個新城平台 和我們再繼續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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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